各位觀眾 成兩年沒見 COVID之後的第一個旅程 我陪大家來到倫敦 沿著這份聖誕地圖 幫好久沒飛的你 重拾歐洲的節日氣氛 第一站由攝政街經過Piccadilly 到St.James看燈飾 雖然每一年Region Street 都是同樣的天使主題 但每一條環街和香港的天使 都不一樣的 接著我們來到海德公園 港園街頭電點就到福利河湖了 海德公園在倫敦市區最大的公園 每年12月就會搞Winter Wonderland 把整個公園的草棄 鋪成機動遊戲 攀檔和美食檔 只需要5英鎊入場費 就可以過一個很有氣氛的聖誕節 這裡的食物都很高質感 那間公園我們即場找油炸 它整個炸粉圓很鬆脆 很輕的 你別看它這麼大 再加上一些糖霜在外面 原味已經很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New Bond Street 和Old Bond Street之間的交界口 最值得看的不是市政府的燈飾 而是每一間名店的商店 都會有專屬過日櫃的裝修 就像比賽一樣 看到每個廚房門口 值得你慢慢去發掘 接著由萊斯特廣場出發 去到奧芬園 沿路會經過倫敦七成的劇場 後面這個就是倫敦出名的 West End 歌劇院街 是所有歌劇院民的殿堂 這次是《Frozen the Musical》 如果你搜尋這麼多劇場 你就有機會走勻裡面 每一個劇場 北斗是倫敦文化交融的地方 現在這個位置是前瑞士大使館 而過少少就是唐人街 我們遊蕩了一輪之後 終於等到開場了 《Frozen the Musical》回程 回家那段腦 腦裡一直是有絕善律 即使配角都唱得非常好聽 尤其是《Leggo》的音樂 看他如何用丹田不同層次去唱一首歌 即是實力的歌唱家 舞台效果也很出色 因為原著是電影 你有CG特效 但舞台劇做不到 他就拿了一條魚絲 串起水晶球 掛成四層的窗簾 然後舞台的燈光打進去 好像人造一個冰雪世界一樣 第二天去五星級酒店 吃過聖誕主題的 Afternoon Tea 一個完美的聖誕節 除了滿足眼睛 當然要滿足眼睛 今天來到Biamma Hotel的淡茶 開始了 開始了 烹飪沙門 跟檸檬和水晶 然後我們還有 烹飪沙門 薑蘑菇 每件Sandwich的用料新鮮 調味得夠 連火腿紋都很漂亮 上次很人行 一日到來主導問你 要不要忘記我的套 他有問你喜不喜歡 是有薄喜歡的 他就選擇了 在靠琴的套子給我 然後是甜品 寧感來自聖誕樹的裝飾 裡面是黑森林慕士 和酒釀影套 還有很多款不同的甜品 讓你慢慢去發滾 酒店旁邊是牛津街 喝完茶就繼續看燈飾 我逛Ospot Street的時候 覺得燈飾很普通 突然間在轉角的街口 讓我看到 這裡有個很美的藍色夢幻世界 不敢有意去看看 然後去Liberty百貨和Carnaby Street 繼續看燈飾 Liberty百貨最有名的 其實不是裡面買的東西 而是空空外場 好像去了德國的聖誕閃陣一樣 再之後去到SOHO區的Carnaby Street 是比較NK的 所以都不是全部黃色燈飾 而是星球主題的LED燈飾 下一個活動和聖誕無關 但走開這裡一定要吃May Fair Chippie 來到倫敦最出名的Fish and Chips店 我現在看到了 我現在看到一塊鏡子 我就可以拍攝自己去吃 很好吃 這個外皮像竹店的油炸鬼 很輕的 很薄的 但有了香味 原來炸得好的Fish and Chips 是不會燃起的 還有這個 這麼美的醬汁 然後來到商業區Canary Raff 零下兩度的晚上都放工了 只剩下小朋友和一個結冰的噴水池 看看小朋友徒手扯開浮冰 然後撿冰水出來砍油 打成一片 多開心 吃飽飯 要想想怎樣燒脂 我們來到Canary Raff的流冰場 雷敦之旅的最後一個活動 我們去Harrows百貨公司購物 各位親朋好友 如果你手信拿著我的手信 很大機會就是來自這個地方 想要一些地道風味 可以去Tower Bridge旁邊 期間限定的聖誕市集到採購 找件獨一無二的商品 在這集的內容就差不多了 到我剪好這段影片的時候 可能已經過了12月 所以祝你下一年也有個愉快的聖誕節 我是Vedric 拜拜 拜拜